大陆北方盛产小麦 面点变化多样 经常有惊喜的吃法 像是东北吉林是药材大省 除了人参 貂皮 乌拉草 也种植不少花椒 面点里头经常会加上一点来提香 要是到了安徽 一日早餐就从韭菜盒子开始 表皮金黄酥香 裹出鲜绿韭菜 油油香香不时清爽 来台湾大受欢迎 韭菜和萝卜丝饼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就算气温再低 火力市场里的韭菜和小摊 照样满满元气 冬天吃更好 夏天也不错 可是冬天很冷吃 哇 刷嘴 冬天吃热热的感觉身体会暖 原本被泡泡的韭菜盒子 在油滋滋火烫烫的热油里 度上闪闪金光 表皮逐渐酥脆 胖胖烹腿 麦香口感都很讨喜 皮会脆脆的 这样蛮好吃 吃脆 然后但是它不会很干涩 就是很顺口 韭菜饮酒鞋的那种感觉 金黄面皮薄中带酥 搭着青绿韭菜 有奔放的油香却不时清爽 在真采下的老家安徽 是狐狸一天的开端 大家都要吃 早上家里都不煮 要么有家里煮西班 买的韭菜盒回家自己吃 我小时候吃得多了 小时候可以吃五六个 我私律一直都很大 小女孩我就是吃五六个 我爸爸都说你别撑坏了 又不是不给你吃 你干嘛吃那么多 就吃那么多 你看我从小吃到大 从大吃到老 我越吃越好吃 吃不厌 曾采霞对韭菜盒子非常有感 从爷爷开始 一家三代都在卖韭菜盒子 人气指数之高 在小镇上是炸风雨 很受欢迎 大家都吃啊 你说干烙的 我都没见过人家干烙 我真的不骗你 因为我们在街上做生意 全都是油炸的 以前不是像这个锅 这以前都是铁锅嘛 那个十二运 十二运是最大的锅 就是往锅里下一锅 可以炸十好几个 将近二十个 那时候都是交通不发达嘛 都是骑自行者 不是开车嘛 很多人都排队呀 都是坐在那里等 安徽的韭菜盒子 有两大派别 干烙派一滴油刀不沾 只靠干爽的铁锅烙饼 油炸派的搞好相反 追求油油亮亮 满嘴油光 两派的面皮口感 迥然不同 但内馅有之一同 都是韭菜满满 真的 我们那里真的都 不是安徽人 我感觉我走过的地方 人都喜欢吃韭菜 我外婆那个村 全是种韭菜 种萝卜 种芹菜 都出口来的 种出来菜吃了 就是脆脆甜的 韭菜好种会长 在大陆灾众的面积广阔 吃法也非常多样 对安徽人来说 一年365天 包括年夜饭都少了它 在我们那里无所不在 生活里都是剁不开韭菜 真的 平常就是韭菜炒鸡蛋 农村吃法 家常吃法 你韭菜姜丝拌一拌 加上香油 超级好吃 很下饭 旧馒头 旧面条 旧米饭也超好 因为韭菜很香 过年也吃韭菜 韭菜饺子一定要要 就是老人家讲的 长长久久 仔细看韭菜盒子 有点像放大版的饺子 不过 真菜霞会把多余的面皮切掉 看着好看的同时 也是油而不腻的小诀窍 大陆北方擅长做面食 不同省份各有滋味 要是再往北走 到了东北吉林 圆糊糊的这一张饼 是妈妈的家常味 东北是大陆的重点粮仓 既有稻米 野产小麦 大陆两成以上的粮食来自这里 物产丰饶多样 要是进到山里 还有野味山珍 来加菜甜味 在东北的 它是药材集散地 它是很大的一个 药材的 采药材的地方 像我们有专门的药材四集 像我们有一些野生的人生 我们会上山去采 还有一些党生之类的 重人生的人也很多 比如说像我小时候 爸爸妈妈就有种过了 那小时候也跟着他们 说人生鸡汤 也不觉得是稀奇 你想要吃人生 就好像要去菜园子里面拔菜一样 很简单 都说东北有三宝 人生雕皮乌拉草 在余虹家里 喝人生茶跟吃馒头一样的寻常 做面做饼的时候 来点香料也理所当然 那像花椒这些东西 它是香辛料之物 它也是药材 东北人是还蛮善用 这些香辛料和中药材的 你如果去东北的话 像花椒 八角 小茴 姜 这些几乎都是家家必备的 你随便去他的厨房看一下 几乎也都有 像我们的家产品都有加花椒 不同于四川 口味重 下手豪迈 余虹撒上的花椒粉 小茴香就这么薄薄一层 这是东北人心中最好的比例 你要做这个饼的时候 这个比例 这个粉 一定要撒到恰当好处 那你跟你的面团 才能融合在一起 你才能吃到说 香辛料的香 然后面团的香 饼吃起来更回甘 更甜 下了油锅温度升高 花椒里的油份慢慢蒸散 淡淡的油香 完全不抢戏 却能够化能点睛 让他吃到若隐若无的感觉 他就会说为什么那么香 为什么那么好吃 你有加花椒 我不吃花椒的耶 我觉得窃窃自喜都 你不吃 不吃你都吃完了 把面粉再加上当地的木产 立刻变化出各种不同的滋味 大陆北方的面店来到台湾 照样是威风八面 新闻追求真实 说好的不缺电呢 小小的人为 是不是就发生这么严重的状况 这就是我们的超前部署吗 事件抽丝剥茧 那是怎样啊 快筛事迹就是买不到 黑暗期即将开始 我们理性思考 我觉得这次演员也太重了 台湾你真的准备好了吗 您信赖地选择 东森晚间新闻 这次演员也购买了 你筛主 Vai